彰化芬園 江南路两侧种植绵延 五公里长的黄花枫林木 犹如黄金狼道 信了许多游客驻足拍照 但有些人为了要取景拍美照 整个人趴在马路正中间 甚至有人直接站在车道上 非常的危险 另外台中泰安櫻花季也正式开跑 青年因为气候暖 八重櫻比去年早开花 仅万名游客涌入最美派出所附近赏银 粉色樱花枝头绽放 一年一度的台中厚礼泰安櫻花季 正式开跑 沿路八重櫻大爆发 开着满早的 青年一般好像都还没有 今年开得不错 比较茂盛 大批游客涌进最美派出所赏银 今年气候暖 所以櫻花比去年早开一星期 现在是花旷最美的时候 蛮好停车的 都有很多停车厂 蛮多樱花好看的 警方在那个福星路跟安眉路 都有坐那个交管 初估一天的来客树 大约差不多一万人 看完樱花来看黄花枫林木 道路两边黄纯纯一片 六百棵黄花枫林木 全部盛开 绵延五公里 阳光洒落 漫步在这黄金大道 极致浪漫 今年开得还算可以啦 可以 彰化芬園 彰南路沿线的黄花枫林木 今年提早十天开花 周末吸引许多游客 前来拍咒 只是不少人为了取景拍美咒 竟然不顾自身危险 趴在马路正中间 还有把支牌棒架在双黄线上 经过车辆还得绕开它 或是像这样在车道上拍花 超级危险 这样太危险 拍照还是以安全为主 白花齐放想拍美照没有错 但提醒民众 还是要注意安全 可别拿生命 开玩笑 就拍起洪杰明台中 彰化报道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